參展柏林影展 The Backus Lady 帶出貧窮老人苦房 國際影壇正視柏林影展已經閉幕 今年韓國亦有不少電影參展 當中以韻宇貞主演的The Backus Lady 最受注目 而韓國電影公司亦在影展中 大力推廣由大細男任時原主演的想念哥哥 首先由我的坦定人生導演李佐雄執導的The Backus Lady 帶出貧窮老人和約細社群的生活苦房 寫上帶些輕鬆幽默 The Backus Lady 女主角韻宇貞 一向善於演繹強悍角色 今次她發生在公園裡借賣寶酒為名 順便為老人提供性服務的性工作者 電影在影展上映時撞無虛席 另外前年憑未曾一劇上映的任時員 她在參展戲《想念哥哥》裡飾演軍人 被派往鄉郊小鎮指揮兒童合唱團 為了配合軍人角色 任時員要特別做Gym Control 皮膚曬黑了不少 一改以往被人Baby Face 鄰家男孩的形象 Face Pop Yet Hoi Jack Con Pony Joy Con Pony Joy Con Pony Joy Con Qu raptног Centre Pony Joy Con